很多你覺得賽場上很兇的球員他其實常駕得很好 那JRUN WIN就很超好 那JRUN WIN就不知道在好什麼 因為他RUBYE他每天採訪都是男手插RUBY 然後男人超小的 然後每一走的時候一個美人過程 我可以說我比較熟的球員 比較熟的球員大概就是KAMBAWALK 但他一定很別的 KAMBAWALK跟BOKDOWN 就是BOKDOWN吧 現在在榮林隊 嗨 大家好 我是MIRS 那我們上一集訪問到SGIRM 那我們正一集想要問他一些關於NBA記者的一些從業的經歷 第一天進入球場採訪 當時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第一天是在芝加哥共流打晶座游子 然後我那天非常的緊張 第一開始進去讓他很震撼 就是說那個走到了那個燈光的那個顏色 你就想起芝加哥那個開展燈的那個配樂 因為就是知道因為你小時候都看了 共流隊就是JRUN WIN就從那個球場跑上來 你最喜歡訪問球員 就可能他回答內容會比較好 就是我用另外一個角度來回答你 很多你覺得在場上很兇的球員 他其實場價人很好 對 那JRUN WIN就人超好 JRUN WIN就不知道在好什麼 因為他RUN WIN他每天採訪都是男手插輪 然後男人超小的 然後每一走的時候一個美人握手 其實人就很好這樣 就是非常客氣啦 就是他場上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他上場看到籃球就像台灣人開設計這樣 然後突然就 就是 就是 就瘋了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台灣人就是分量攻擊讓 那一開始就整個不變 我就JRUN WIN就不行 但是他每個球 就人就人就開始那個狀況就上了 那回答你的問題的話是說 比較喜歡採訪的話 那當然我們是喜歡 跟比較熟的人 因為其實你採訪的時候你也知道 我就喜歡跟你熟的話 他會講比較多東西一點 那我覺得我會比較 我可以說我比較熟的球員 比較熟的球員 大概就是CAMBA WORK 跟他很離譚 CAMBA WORK 跟BOK GUNH 就是BOK GUNH 我會說 我跟他比較熟 我會這麼說 是因為有開局的距離他會混 所以這個應該算是值 因為他們 因為跟我比較熟 所以他也會比較愛嘲笑 那我比較喜歡就是那種 你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會笑笑的跟你講話 那種 進入媒體之後 我相信很多事情 跟你想像中會有點破滅 但我們最近也有 震得到這種感覺 就是說 在這個圈子裡面 我學到更多的是 溝通的技巧 然後還有 怎麼去尊重球員 這兩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這種說法 就是說 大家常常很多都玩Fantasy 對 大家都會玩 那 或者收集球員卡 對不對 這球員很廢啊 沒有什麼價值 對 大家會這樣講 但是我覺得 對我們說啦 我們自己學到 比較大的課程說 如何去尊重 你這些球員 你想想看 這些球員可能 創造大大他都是 明星球員 他的NBA就是一個龍套 像那個 Brandon Bolson 對 對 這些球員 他們其實一路都是 最強最強的球員 他在NBA被打的跟智長一樣 那大家就會覺得 你很爛 你的卡沒有這樣 那我覺得 對我來說就是 進到這個圈子 更多的是 尊重這個球員 就是說 Respect他就是 他能夠達到 這個水準 其實已經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你在 更能夠去體會到說 你能夠在 現在在場上發光發熱 這些到底 我懶跟機會到底有多好 有沒有抓住那個機會 你再上個區域 對 因為擔任過的算 水隊技能 那可以分享 水隊技能跟 像一般技能的差別嗎 我在勇士水隊門 我在勇士 然後在國王一行的 前一年也買到水隊證 但我後來買到端子 結果就沒有進去 你知道嗎 我在勇士水隊是 三個賽者 那水隊那一般的 這個 daily的不太一樣 就是說 他會給你一張 球隊發的證件 大的證件 他是一整氣可以用的 那你的水隊有很多好處 第一個是 你可以去 所有球隊的 練球 練球你都可以打 練球你打 跟球隊長隊就好 然後如果你是daily的話 你變成說 你必須要每一場比賽 做好 你跟他講一下 你必須要進去 Approve 你才能進去 那水隊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覺得水隊跟一般 daily的最大的差別 是如果你去課場 這些時候會帶你去 所以你可以跟他們一起 不能搭飛機 不能搭他的飛機 但是他會把你放在travelless裡面 所以你是跟著球隊的工作人員 進到那個球場 所以你到那個球場 別的球場要換證 別的球隊 你就會拿別的球隊的daily 但是你是勇士隊 他在那個 你的證件上面 不是寫 你是team 所以就會 球隊就會代表你 而且 隨隊跟場際 還有一般的差別 是因為隨隊 球隊認識你 你daily的球隊 不一定會認識 但是隨隊 球隊認識你 那你要問問的話 基本上他都會 優先讓你 他會保證 兩個隨隊的人不同 如果你有問題要問的話 他絕對讓你先問 球隊也會 尊重我們 就是這樣 不要尊重你 那有對哪個球場 印象比較深刻嗎 深刻的嗎 就是你可能比較喜歡 那個球場 我覺得 與其說比較喜歡球場 說 包括說哪個球場的食物比較好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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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隊會早在吃的 我覺得 應該是說 洛杉英國人的冰淇淋最好吃 真的 還有奧蘭多摩斯的冰淇淋比較好吃 好 對我來說 如果你真的要講 讓我講一個我喜歡的球場的話 我會說是 滅瓦尼的 就是被拆掉的 他們現在是新的球場 那時候我還在維持上新讀書 所以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採訪 公路隊員 對 所以那個公路隊那個情況 我到現在逼著金瘦的球場的位置 跟我拍照 我現在走了 最早有回憶 最早有回憶 然後再加上 Yanis那時候很小 很小 我一樣 還會跟我打招呼的時候 然後 應該是大百多 欸 這個不要當開場 哈哈 不要當L 然後 然後 我在林初好那邊 開場他很多次 因為林初好 然後 很多啦 還有我對於所有很多球員的第一印象 都是在那個球場 因為那是我的第一個賽者球場 對 然後那一年的夏天 我就搬了海鮮 所以 我之前那個辦公路 基本上 把所有的球隊都 追在那邊 都很熟 其實我會很想念那個球員 但是他拆掉了 他已經炸掉了 對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公敵這樣 最後談談你目前的這段 媒體旅程 到底會怎麼形容 我會希望永遠不要停止 就是說 應該是說 很多東西 你擁有了 你不想要進 所以我覺得 在NBA 這一串 的旅程來說 我覺得很感恩 一樣還是很感恩 有很多人幫忙 我們才有辦法 這一個套辦法到今天 這個規模 然後可以在裡面 現在在六個層次有人 這樣 所以 就很感恩 很多人幫忙 然後我們也希望能夠 都發掘一些 美國職案 美國職業運動 職棒啊 職業棒球職業 籃球 我們棒球現在也在做 棒球跟籃球 能夠發掘更多 更多更多的故事 媒體的初衷 就是在想要把這個運動 介紹給台灣的觀眾 所有人 因為運動的受眾 事實上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介紹 更多的喜歡 或者培養說 下一代更多 看運動的人 或者是想要求的是 媒體行業 所以我們也提供很多實質機會 你們都有看到 在美國 台灣我們沒辦法 沒有錢 我們從台灣送過來 但是在美國的話 我們也提供很多實質機會 我跟你講 寫出這些東西的人 介紹這些東西的人 所以 我也覺得 這趟旅程 最難忘的 就是 很多很多人 一路幫忙 然後讓我們 在這個地域裡面 繼續做 我們喜歡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件 對我們來說 是很奢侈的事情 還有一件事 好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 陪我們帶來美斯哥 是 那之後我也會發 一些關於洛杉磯的影片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Vorys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